开箱婆罗洲 其实认识他呢 好了那直接讲了好了 他已经在这个荧幕上的 这个小小老师 都是透过中国选秀节目 我是歌手才让大家认识他的嘛 而且呢 大家对于小小老师的一个 这个直觉的印象就是呢 小小老师是一个很会飙高音 而且呢技巧非常 纯熟的一位殿堂级的唱将 那像他这样子的一个歌手 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材料呢 其实不需要给他太过浮夸的 编曲或者是走一个炫技的路线 他一开口就是很能够引人入胜 踏踏实实的回归到 音乐的纯粹不矫情 也不撒勾血 是我们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 那距离小小老师上一张专辑 小小1.0的发行时间呢 相隔六年 那小小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才终于带着全新的专辑 整装出发 发行了小小2.0 那俨然呢就是1.0的一个续集嘛 把当代人的这个感受还有心事呢 用最朴素 无华 优雅之性 整整齐齐的方式来缓缓展开 等不及了 我们一起来开箱这张小霞2.0 来听听小霞老师的故事吧 欢迎黄猫 小霞老师 大家好 我是小霞 小芬好 好喜欢好喜欢小霞老师哦 很喜欢你的音乐 还有你的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 关于都会女子的一般的心事哦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很多人都还没有认识 小霞老师这个身份 没有还 黄其山还没有以这个小霞老师的身份 爆红之前呢 其实老师应该是跟纳英 同一个时期出道的是不是 而且呢 当时出道的时候 还有这个小苏芮的美誉啊 是 我跟纳英年龄差不多 我们也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 这个音乐见证人 真的 而且老师那时候是1995年 在广州的时候 霍峰这个十大金曲奖 最佳潜力女歌手奖 然后在2000年当时发行第一张专辑哦 可是呢 后来老师发行了专辑之后呢 就还蛮低调的 很少上节目 很少宣传 一直到我是歌手才一鸣惊人哦 又回到了这个大众的这个事业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谈谈看哦 这样子的一个从不算默默无闻 但是至少在亚洲各国是很少人知道 小霞老师或者黄岐山这个身份的 那当初你凭着这个上了我是歌手之后爆红了之后 有没有心境上或者是生活上有没有一些改变 这个肯定是 这个大家被大家这个认识以后 你就会跟之前日常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 以前就是居家过日子 之后其实也是居家过日子 但是就在工作上 工作的内容上相对就显得那么那么忙乱 非常忙 然后然后你 我想不用我过度介绍 大家也知道 当一个人被大众认识以后 他的生活一定是发生天分地步的变化 对 那来谈谈这个小霞还有黄岐山这两个IP 其实很有趣 小霞是黄岐山的真名 是你真实的身份对吗 对对对 我本名叫黄小霞 对那为什么会想要当初 是因为唱片公司的要求吗 才换换了这个黄岐山这个艺名 改名字对我来讲 这也不是什么陌生的事了 我大概一生当中被别人改了三到四个名字 但是我个人认为无论你怎么改 那个灵魂你改不走 小霞你改不动 就是我心里非常知道我是谁 我觉得那个名字无非是这个符号 再加上说我比较愿意去就是成全别人 也许他会觉得说哇改个名字你可能会转运吧 是中国人一般上都相信说改名字能够改运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呢自己又没有什么说话的发言权 没有这个主权 所以呢好吧好吧你改吧改吧想改就改吧 但是你无论怎么改 我只不过觉得这个名字只不过是这个人的符号 所有的名字都像小霞本身外面套的一件衣服而已 如果你要让我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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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较喜欢叫你妈妈 觉得很有亲切感 我觉得这个 对大家叫小霞吧 叫小霞老师 对那我们其实 在马来西亚在新马一带 其实我不晓得中国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从小就是听着 港台音乐长大的 但近几年以来呢 十几年以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中国流行 娱乐产业开始 崛起开始大爆发 包括你们的选秀节目啦 你们的音乐创作 你们的乐团 电影电视剧等等 都在亚洲各地 甚至在印尼啦 一些不说中文的国家 形成了一股新势力 我们叫华流 可不可以请小霞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看 这个华流在发生 你见证到这个华流发生的 这一段这个日子这样过来 你有怎么样的一个 深刻的体会吗 或者怎么样影响到你的 我诚实说 对我的影响倒不大 因为洗心厌旧的事是人的本性 实际上这真的是一个需要新的东西来填满一种枯燥生活里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说 枯燥的生活 你耐得住那才是活着的本质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没有太多花样 我也没有太多去改变 小霞一直1.0到2.0 永远都是一贯的贯彻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看从封面到里面讲述的内容 它只不过是一个升级而已 它却没有跳出我们做小霞1.0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想法 对我觉得难的是最难的是是改变的事情比较其实容易 而坚持不愿意去怎么讲不愿意花样的事情反而难做 因为大家都听惯了这个小霞1.0了 然后都很期待说哇2.0会怎样 结果发现没怎样 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呢却我们自己知道升级什么了 什么东西被升级了 是因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了 年龄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们这个内容就丰富了 但为什么这小霞1.0和2.0要距离六年的时间呢 没有刻意 真的没有刻意 你要知道做音乐是一件天时地利人和 都要配合好了 才可以来完成的这件事 那做1.0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签Sony 我是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然后我就约了这个司宝 就是这个制作人 请司宝老师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认识我 是在2013年我45岁那年认识我的 可是45年之前的我的本 就是我的青春大家全然不了解 然后我就伸出一个想法说 人生是完整的一个人 那我不能切割给大家讲后半段 前半段我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不知道 那我突然又有一个醒悟说 我的青春也是大家的青春 我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也是大家的酸甜苦辣 为什么我不可以在我为自己发生的同时 为他们演发发生呢 也许我们会在天涯海角不同的城市和不同 不认识的一个角度 也许透过这个账片大家有共鸣 我就基于这个想法呢 我就 我发现人就是这样 当你开始思想 事情就接着来 然后我就不久 没多久我就认识四方了 我突然发现 这是一个他可以做小侠的这件事的一个音乐家 然后我就约他见面 我们两个就两杯咖啡 就把所有小侠这系列的事就聊完了 就特别干脆 然后合约制作费 什么时候交唱片 都谈统了 好有效率哦 特别有效率 然后再约一次就是聊小侠的故事 聊完就这两次 我们就所有的 大家今天知道的一和二 就是我们当年的那一次简短的聊天 产生的结果 听说还有一个3.0是不是 对 对3.0 因为当时四方很温暖 他做1.0的时候 他就暗暗的预备了三张 他说 一个人的青春一张唱片 是说不清楚的 不完的 对 交代不完的 所以我们做三张 我说 OK 我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做唱片是特别烧钱的一件事情 那这次其实找来了这一位金曲奖的演奏类的最佳作曲人 他本身也是作曲家 键盘演奏家 秦四峰老师 一起来合作 其实小侠老师当初你看到秦四峰老师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质 吸引到你的 想说他会是一个 我做小侠 这个project 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一个制作人 我当时是在做一档综艺节目的导师 然后我要为我进入决赛的学员找这个编曲老师 然后我就托朋友 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他 因为他 四峰是一个小众的 这个 全是乐的 对 他是一个演奏家 对于我们这个常年在 pop里面 这个圈子里面 对对我们 我觉得自己孤陋寡闻是不认识他的 然后呢就说你请他编个曲 我说行行行找他编吧 然后他就为我的学员编两个三个作品 我突然他编来的作品我一听 我说 就是他了 就是他吧 对 他的细腻正好吻合了我的细腻 嗯 他的那个热爱音乐的那个 你看到从骨子里透出来爱音乐的那个 那个爱 你就觉得说这个人 嗯 值得合作 嗯 那在制作这张小侠1.0 2.0的时候 2.0有没有比1.0的难度更高 或者是秦世锋老师有没有给小小老师怎样的一个功课哦 比如说在演唱技巧上啊 因为我知道这张专辑是要收的 因为老师会唱歌大会是这样的 因为是这样的 嗯 我们都是职业人 那职业人和职业人之间不需要沟通技术 嗯 确定 嗯 一些基础 不需要 其实我们谈论的都是 你如何 因为我 我这个年龄再回去 演我自己年轻的小侠的时候 我是需要心理重新建设就可以 嗯 我重新去寻找我年轻的 我的 我去回忆我那个时候的 一个状态 那个模样 然后我我我我只要说 知道小侠在年轻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唱 和应该怎么在这个气度上 怎么还原小侠那个样子 就可以了 因为我跟四峰之间 我们特别干脆 因为他也知道 我在歌唱上的这个程度 他他不担心这个 那我也知道他在音乐的这个程度 我也从来不打扰他 我只需要准备好钱 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OK了 其他的 你不要去 不要去干涉 不要去 因为在各个 他的领域和我的领域 我们非常清楚 对 专业领域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碰撞的一开始 一定是 意想不到的好 天啊 小侠老师这番话 就让我想起了 武侠小说里面的 你知道吗 两个武林高手过招 是不需要多说的 你一出键 我就知道 我要用什么招式 来化解你了 这样子 好有趣哦 那回到这一张 小侠2.0 我可以说是听了无数遍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包括无聊的 思念一种爱 然后到后面的 我最喜欢的梦 还有礼貌 一开始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是感觉上是一张 很女人的专辑 很平淡的一张专辑 它没有什么样的 高潮迭起哦 但是越听 却觉得越喜欢 那个旋律 好像是磕在脑海里面的那个感觉 很耐天 因为我们所有的按旋的机会 那个叫什么按机都藏在音乐里了 我都不 我建议大家按着顺序听 千万别挑出来 挑出来听 因为挑出来 因为我们是像故事一样排的这个局 如果你挑出来听的话 你就整个听不到我们为你精心安排的这一场 这一部电影 是因为有了个体串起连线 所以这个唱片 它不可能是东一个故事 西一个故事 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 是 那故事当中所有的情节都是 你跟作词人老师 就是跟他先预设说 我要讲什么这首歌 我的内容要讲什么 是这样子先沟通 才写词的吗 我完全没有保留 我把我的青春都讲给他听 所以他在量身帮老师打造你的这个歌词这样子 他心中没准 他也有一个年轻的小霞 他自己心中的小霞 因为每个人都是小霞 每个人心里都是小霞 对 哪一个人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都会走过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岁月 高潮迭起的时候 那我很好奇 小霞老师是一个在舞台上的表演上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歌手 看你表演 你的所有的动作啊 都感觉他心中这个歌曲是 完全毫无缝隙的这个紧贴在一起 那在录音室 在录音在配唱的时候 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是需要关灯啊需要先酝酿情绪啊 还是没有关系我们就直接来吧 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 我只要不穿高跟鞋就行 要脱鞋吗 我也不 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那么多GY的 对我就是觉得说灯光合适 也不亮也不黑 然后因为我眼睛不好 歌词稍微自体大一点 对就其实真的没有太 我是一个超级安静在录音棚里 和现场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嗯了解 那在这样专辑的制作过程 编曲方面和编曲老师 你们是一次过one take 跟乐队老师一起完成的吗 还是说分开录 分开录 但是唯一就是我的美丽是一次录完 就是我说录我的Vocal 我的美丽很有趣 就是录的时候呢 我找不到感觉 他制作人也找不到感觉 因为他这个四封 这个作品写的太完美了 就是好到我都觉得有什么好唱的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怎么重新赋予他一个灵魂 然后我说这样 我说我们把这个歌留到最后路吧 就最后的一天的最后一首 唱了我的美丽 然后我就跟师父说 我说师父 我说我能不能换个方式唱啊 他说这是你的专业 请便 然后大家交给我了 我进去以后 音乐 我带着耳机音乐响起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个画面 我的画面就是 阳光下的绝望 这个绝望 对这个绝望是个什么呢 是一下把我 拖回到一个遥远的山区里面的一个遗嘱小少年 我是以男人的姿态和身份 唱的这个美丽 不是女人的美丽 是男人的美丽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就看到这个小男生 看着阳光 看着光 他说我好绝望 难道我一辈子就要活在这里吗 我 他就把手伸向这个光 他说 他的心里的独白说 光啊 你把我 你把我融化带出去吧 我想飞到山外面 看一看 嗯 他虽然是阳光下的绝望 但是我们都知道 人的绝望是盼望的开始 是 所以实际上他也有盼望 然后我就大概这样唱了一遍 两遍 我就出去了 然后他 我就看见他们就在外面 这样 惊呆了 啊惊呆了 就觉得 哇塞 啊这个歌活了 有灵动了 就是 就是 就是活了 太厉害了 那其实 我在网路上爬文的时候 看 就搜寻这个小霞2.0的一些 听众对这张专辑的评语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这张专辑 很有这个得奖项啊 因为老师曾经在20 忘记是哪一年 可是是第20 15年 15年是不是啊 16年 1516年啦 就入围了第27届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一张专辑也很有得奖项 那老师有没有最想要得的 哪一个奖项 最佳女歌手 还是粘辑 还是歌曲 我觉得都可以啊 因为 我也如果说 因为做的一切的辛苦的努力付出 都还是 从内心深处都还是盼望被发现 对不对 但这个就是我们尽力了 就交给天吧 然后我们也不晓得 评审老师的口味 和喜欢的是什么 都不了解 就是看大家是怎么样 看待这张唱片和 给予这个唱片的一个结论吧 你要说我内心深处说不想得奖 那我觉得我很虚伪 那的确 这是很想的 对 都常被认可 对对对 如果所有的奖项都能全拿下 那哇塞 那这张专辑在发行了之后 接下来小霞老师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有没有打算做一个亚洲巡演呢 哦 做亚洲巡演 那我找你嘛 海外找你 好啊 好 你老师来新马 我们City Plus就作为一个 一个指定电台 来跟老师宣传 我去过马来西亚 也在新加坡待过 真的吗 来马来西亚参加表演吗 还是来旅游 不是表演 是也别的一些工作 我去了两次 然后新加坡是读书在那里 老师是学这个宗教的是吗 是神学 嗯 是 哦 所以就来新加坡上课这样子 对对对 那对我们这里的印象怎么样 很喜欢吃我们这边道地的料理 哦 我觉得热的不行了 这是肯定了 然后榴莲超便宜 老师也爱吃榴莲是不是 猫山王 爱吃爱吃 猫山王和三竹 一个Queen 一个King 哦 好专业哦老师 但是老师对于喉咙方面 有什么样的保养技巧 因为这些水果都是很高热量的 是我们说就中国人说会燥热的 我觉得其实伤害声音的并不是饮食 是睡眠 哦睡眠很重要 要睡够 对睡 因为身体发生状况 自然你其他的器官就会跟着身体 哦好 那最后老师有什么样的话要说的 要总结我们今天的访问了 来跟喜欢你的听友们来说说话吧 我想对正在收听小分的广播的听众朋友 想说2020年新年了 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其实生活的极其简朴 我觉得倒是要对我们说把日子过得简单 做减法的生活是最好的 的确就没有这么太能要求 对我觉得其实人的日子无非是一日三餐 对然后心情劳作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平安 要有喜乐 然后新年祝大家身体康健 然后希望老师也是 嗯然后云淡风轻的生活着吧 是我也希望老师这样专辑呢 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不管是在销售量上啊 或者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尤其是奖项方面哦 希望金曲奖的这个评审们 能够给这张女人心事的这个代表作 小霞2.0 给予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证 好不好 好谢谢小霞老师希望小霞老师上专辑大卖楼 谢谢老师有机会来马一下 谢谢小芬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